这颜色 六个年三个 能看到金银的肉汁吗 我今天一睁眼都特别想吃包子 然后来到了成盛园 这家中兴京门包子 我的白月光 这老些人 他们吃什么 好多人呀 我点完了 给你们看看好吃的包子 哇 热乎乎的 透油的 透汤的 丑不拉鸡的包子 最香了 能看到金银的肉汁吗 猪猪辣葱呢 嗯 香 热乎了 高出锅了 它这个肉汁是那种颜色深 汁水足 然后葱味够重 这个颜色 就得是这种 一直吃进去 特别过瘾 就是 我特别喜欢这种 像深的包子 六个连三个 然后肉馅的 还有一个牛肉的 长得差波其实 哇 烫熟啊 看 这个牛肉的 哇 这个比猪肉还烫 这一吃就能吃吧 这个牛肉味还是比较重的 牛肉用的是洋葱 真的 猪肉配大葱 牛肉配洋葱 绝配 因为洋葱它是 会有点甜 然后它会有汁水 包在一起跟牛肉馅的包子特别大 哇 香 好吃 有人问比能吃的早点更开心的事 筋刀面皮里的汁啊 来个豆腐呢啊 脚稀碎 这个豆腐脑属于那种软硬适中 然后卤的呢颜色也是比较深 然后味高重 棍尾黄关键 哇 萝卜已经软烂了 也是那种比较深的颜色 吃到了一点花椒烈的味道 感觉这个鲜好像太团了 油渣萝卜 油渣可能不太多 我对这个有剩下 醋油的这个 我猜一下是猪肉酸菜 你看看 同样2.5 为什么我不吃酸菜 还行还行 这个好吃 这个汁还多 多少钱 3块 想吃大包的吃这个是 好好吃 有酸菜的香味 没有那么那么酸 对 而且这个肉 你能看见大粒的肉 就萝卜那个 我没看见油渣 好吃 吃 这是什么的 这是什么野菜啊 哇 还油亮油亮 嗯 这个做的还挺香啊 这个做的 它是比较油润的 也有野菜的香味 啊 还是剂菜 剂菜做馅儿还是比较广泛应用的 那上面这个就是茄子焦焦的吧 哇 哇 这感觉不错啊 哇 这个好油润啊 神奇 超好吃 这个茄子吸油还吸味 它蒸熟了之后还有点出水 所以就营造了它多汁的效果 营造了 嗯 好吃 下我心里 猪肉牛肉都排第一 无法比较 大包子的话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猪肉酸菜 茄子焦焦 然后是野菜 有点萝卜就 我没吃着油润 哈哈哈 来来来来 我再尝尝这个馄饨 我刚才发现 它居然有馅儿 是不是比我们吃的大多数早点菜的馅儿都要大 这才五块钱 不赖 味道也不错 亲亲姐你们可以尝尝猪肉和牛肉的 这两个不同的味道 一个猪肉大葱 然后牛肉羊葱 然后豆腐混沌什么的 都行 其实原来是有炒干的 但是现在没做 可能是因为人不够吧 好吃 他们的小伙伴可以跟我一起约着吃帮了啊 好